欢迎收看小熊老师陪你教数学 那这一集呢 这个我们要从上一次 留下的这个作业开始 说明两根和根两根基的关系 我们这一集要教根与系数 那要如何去说明呢 其实这个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一次了 如果你有两根 所以这个这一次 请把它抄到你的笔记本上面 这个是方法一 说明也有很多种不一样说明的方法 透过说明它 我们来学习自己学过的 有关二元式方程式的知识 不是真的要你们背这个公式 那这个方法一 这个我已经知道两根是α跟β了 所以根据因式分解 在这里写这个因式分解 我们从这里进去切入 我可以得到x-α x-β等于0 展开得到x-α又β 和x加α乘β 因为负负会得正 这样子这个如果会等于 这个 等于 我们先写下面这一条 也不会怎么样 这个是ax平方bx加bx加c等于0 我问一下 加bx加c等于0 那往上写这一行 它是x平方加同除a a分之bx加a分之c等于0 那其实如果你觉得这样子倒过来写有点别扭 你也可以把这一行同成a 你可以把这一行同成a 我们写在 写在最底下好了 写在最底下 就是说你可以把它变成 把这一行同成a 它是ax平方-a 括号α加β 加a乘α乘β 等于0 这样子 也可以变这样子 那总而言之最后这一条会跟这一条一样 那你会发现 如果你变这样你就会发现这个 这个-aα加β是b 然后一样去解这个方程式 我们刚刚这里说 -a括号α加β是b 对不对 所以除下来 所以α加β是-a分之b 也可以 然后a乘α乘β是c 所以除过来 这个α乘β是a分之c 这样也可以 那我只是我习惯 我习惯把它除上来 因为比较符合我们在解这个方程式的时候的做法 所以这样我可以凑到这个-α加β会等于 a分之b 所以α加β就等于 a分之-b 这个就是两根核 两根核 写一下中文 我这里没位写 括号两根核 然后这个就直接写这个 所以α乘β 就是a分之c 这个就是括号两根基 OK 然后这个刚刚这个是方法一 我们把节目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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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如果 ax平方加bx加c等于0 有两根α跟β 是说明 OK 第二个说明方法 第二个说明方法 公式解 当然你也可以配方法 那直接公式解就好 来 这个 ax平方加bx加c等于0 直接公式解等于 x等于 2a分之-b 正负根号b平方-4ac 对不对 那不过呢 那不过呢 稍微的调整一下 这两根维 1根是2a分之-b 加根号b平方-4ac 1根是2a分之-b-根号b平方-4ac 对不对 对不对 正负嘛 一正一负就是一加一减 所以这样就两根嘛 对不对 好 于是 两根核 两根核我就把这两根加起来 加起来的时候2a分之-b加这一坨 再加2a分之-b-这一坨 那你就会发现 后面这一坨会消掉 因为我下面位置有点不够 所以我就少写一行 这个加 这个 算了 2a分之-b 加这个 再加2a分之-b再减 再加1点 是不是这样子 那这样子的话 你后面这个1加1点就会消掉 是不是 所以说那最后剩下什么 最后就剩下 剩下2a分之-b又-b 是-2b 所以就是-a分之-b 这样也可以推出两根核 那么两根基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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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分之-b加根 Darwin B平方减4ac和2a分之负B-√B平方减4ac 那两根基 他就是2a分之 这个就不能省了 加√B平方减4ac 去乘上2a分之负B-√B平方减4ac 于是会等于 来吧 4a平方 这个-B加这一坨 -B-这一坨 你有没有发现它是什么 它是A加B乘A-B 对不对 所以他们两个乘在一起的时候 分子的部分是什么 A平方是负B平方减B平方是根号B平方减4ac的平方 是不是 是不是 所以就会等于 4a平方分之负B平方是B正的B平方 然后减掉这个根号又平方就直接就是里面 减B平方 要注意它里面这个B平方减4ac是一组的 所以要刮起来 要刮起来 它是-B平方减4 拐号B平方减4ac 那一样我少写一格 负负得正 所以后面这个是假 我直接把负号带进来 那结果负的跟负的会消掉 这一条留下来的就是 4a平方分之4ac 也就是a分之1 约掉是a 可以吗 所以这个方式 你看我们又证了一次 这个根源与系数的结果 来看一下 两根核 α跟β加起来的话 是-b 两根基α跟β乘起来的话 是a分之1 可以吗 我们上次在聊的时候 有聊到这个 为什么你跟银行借钱 银行会收你利息 那这个是因为它有时间成本 就是说今天的钱 今天的100块 比明年的100块 还要来的有价值 因为明年可能生产的东西 一样多 那但是钱变多了 就会通膨 通膨的话就是物价会上涨 所以你明年的时候 一样多的钱 你可能买不到那么多的东西 比如说房价一直在涨 那 所以银行会跟你收利息 那银行借给 他借钱给别人 他会跟他收利息 你存钱到银行 银行也会跟你收利息 那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说你如果跟银行借钱 银行要跟你收利息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是风险成分 简单一句话 要是你借了没还就办 事实上银行因为怕你借了不还 所以如果是金额高一点 如果金额小一点的 就是像信用卡那样 那你办卡他就借你 反正到时候不还 他再想办法逼你还 不见得会动用到黑道 可能就是走法律途径也有可能 那如果是金额大的话 他就不会直接借你 他会要你付担保品 就是抵押品 那我们一般防止房贷的话 担保品就是房 就是房 那最后如果你还不出来 房子就他的 这样子 那这个风险是有成本的 所以一个投资行为 如果他其实有风险 他的获利就会 比别人高一点 要不然的话没有人要投资 这样子的多一点点的这个获利 我们叫做风险贴水 就是说 一样我们 我今天 假如说我今天卖熊老师为生 有点对不起他 我跟他 我卖五味熊娃娃为生 那我卖五味熊娃娃为生 我每天可以赚100块 我另外卖另外一只 另外卖另外一只 比如说猫熊娃娃的话 我一样 假设 假设熊老师跟 那个 五味熊娃娃跟猫熊娃娃 两种成本都是1000 然后我都卖1100 假如说这样子 结果猫熊娃娃很好卖 很好卖 那五味熊娃娃比较难卖 这样子 那也就是说 我今天买进 猫熊娃娃的时候 我要卖掉很容易卖掉 可是我买进 五味熊娃娃的时候 我可能就会拖很久 最后卖不掉 搞不好怎么样 降价 求人家来买 要不然一只卖你 这个900块 这样子 也就是说 我的这个投资行为 我买进五味熊的 这个投资行为 是有风险的 那既然有风险 那我为什么还要做 我为什么不干脆都卖猫熊 就好 有道理 所以今天你要让我去买五味熊来卖的话 我就会跟你说 因为五味熊比较少人买 所以就是说 要卖120 要不然买五味熊真的是不划算 我不都卖猫熊 所以 猫熊娃娃 好 竞价1000 卖这个 卖1100 五味熊娃娃一样 竞价1000 我要卖1200 1200 1200 我要卖1200 那卖1200的原因是因为 里面有我的风险在 我可能会买进来都没有人要卖 买进来都没有人要跟我买 对不对 卖不出去 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风险贴水 那理论上在投资市场 假设就是五味熊跟猫熊的话 假设就是五味熊跟猫熊 如果今天 有人他发现 其实你猫熊娃娃卖到 这个 1200也可以 假设 这么好卖 又 又有很多的 就是 又有很多人要买 然后就是风险很低 而且获利又跟五味熊一模一样 假如说这个是猫熊 Panda 这个是五味熊 一样成 竞价都是1000 然后一样都可以卖到1200 结果猫熊又很好卖 那怎么样 好 我就干脆不卖五味熊 我就改卖猫熊 对吧 那我改卖猫熊 你也改卖猫熊 大家都改卖猫熊 于是这个市场上怎么样 猫熊就一大堆 猫熊就一大堆 然后有人想要买五味熊 买不到 于是想要买五味熊 买不到的人 就会说 那要不然这样啦 那个 五味熊 我出1300 看你们有没有要 这个帮我想办法把它买到 或者是看你们有没有 要进五味熊 来卖给我 这样子 那于是五味熊就会涨价 五味熊比较难卖嘛 它的风险成本 假如说原本要100块 它的风险贴水要100块 当猫熊涨到1200的时候 五味熊就会跑来1300 因为要不然的话 就是大家都不卖五味熊 那反过来说 反过来说 如果五味熊没有涨价 如果五味熊没有涨价 那猫熊可以卖到1200 对不对 我也买猫熊来卖 你也买猫熊来卖 大家都买猫熊来卖 总有一天怎么样 想买猫熊的人都买到了 那于是呢 我们要再找到 其他想要买猫熊的人 就很难的时候 就会有人说 啊这样子啊 这样子啊 那看来猫熊很不好卖 不然 反正净价成本1000嘛 对不对 那就算了 我还是用1100卖好了 好 那我还是用1100卖 这个把手上的五味熊卖掉 我干脆去进一些猫熊 把手上的猫熊卖掉 我干脆去进一些五味熊来卖 反正也是差不多嘛 就是 你如果把风险考量进去也是差不多 算了 他就会把这个价钱跌回来 那这个行为 这样子的现象 也就是说 简单来说啦 刚刚举例可能有点点太饶舍 简单来说 风险跟获利是一起出现的 如果一个东西它低风险 但是它高获利这么好 那大家都会一直来做这件事情 就会做到把这件事情的成本拉得很高 然后它的风险就会跑出来 那如果今天一个东西它低获利 但是它高风险 那大家就不愿意做 不愿意做到慢慢的它的风险就下降 因为既然都没有什么人在 卖五味熊 那就只有我卖啊 所以我就反而变得很容易卖掉了 对不对 这个行为 就是大家会去自动的去调节风险跟获利 你在市场上不会出现 不是说完全不会 但是很少出现到又低风险又高获利的东西 很少 所以说这个市场会自动的把高获利的东西就变成是高风险的 如果这个东西很赚 比如说刚才的猫熊 大家就都去买 大家都去买来卖 到后来 你手上有猫熊就很难卖掉 风险就变高了 如果这个东西它低风险 就是它真的很好卖很好卖 那大家就都会去做到最后它没什么利润 就会低获利 这个这样子的动作就是高风险的就高获利 低风险的就低获利 市场会慢慢的去调节 这样子的行为就称为套利 就是说你很难找到一个东西 它是又没风险又很有价值的 如果真的有 如果你眼力很好你真的找到了 当它被别人发现的时候 就会一无风的来做到怎么样 做到它的风险跟着变高 或者做到它的利润变低 又变回低风险低获利 或高风险高获利的东西 这样子 这种行为就叫做套利 所以大家如果在市面上 我们前面提到如果你要去投资 你怕通膨 那你要留意 你要留意所谓高获利基金 那他这么讲是没有违法的 可是你可以去问他 那依照法令他不可以骗你 那所谓高获利基金 其实就都是高风险的 卖他的人 卖这个基金产品的人 他因为要吸引你买 他会跟你说你看定存才1%2% 我们这个基金一年有6% 对不对 比定存还划算 这些话数 其实有的时候是游走在法规边缘 他如果跟你说 他跟定存一样是安心的保险的 可是你看他后利比较高 其实就有点违法的性质 因为他不可以诉求他是低风险的 不对 定存 为什么定存只有1%2% 因为定存除非银行倒掉 否则你都拿得回来 那保险的这个利 保险的期数比较长 那保险其实严格说起来 就是如果是储蓄险的话 他的风险其实跟定存是差不多 那保险的期数会长 所以他的这个利率会比较高一点 那其实他期数长 也就是你的风险会比较高一点 是解约风险 就是你一次要去跟他买30年 那你可能30年之内解约会有损失 这也是一种风险 所以高获利的东西 获利会高就是风险会高 那如果获利会 如果风险会低的话 通常获利就会低 大家心里要有这个想法 不要被这个话术所误导了 高获利的东西一定是高风险的 好 来看上次留下的作业 已知二元一次方程式 2x平方减bx加c 他的解释四分之这一 这个3正负更号7 我们想想四分之这一坨 来不来念 求B跟C 那这一题要怎么算 带进去 可以 带进去 一个带什么 一个带四分之三加更号7 带进去 这样是一条式子 就是你x用四分之三加更号7 带进去 这样有一条方程式 然后x用四分之三 减更号7 带进去 这是另外一条方程式 两条连利求解 就可以解除B跟C 但是事实上不用这样 拜托 这个 那你要怎么办呢 你说用公式解来再去对这个数字 也是一种方式 就是说我现在已经知道他的 他的这个方程式是这样的 所以我就2a分之 2a这个a是2 所以是四分之 就是负B 所以是正B 加减更号b平方-4ac是8c 这样子 你也可以写成这样 就是用公式解 解开这一个 然后再去跟这个对 所以说b是3 其实这样子也不难 b是3 然后b是3的话b平方-8c是17 所以你去求C 这也是一个方法 但是在这里提供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我个人最prefer 大家要会 为什么 就是说 不是为了 不是不纯是为了解题 而是 就是作为对这个方程式运算的了解 你可以解出这个东西 对不对 我们可以倒着推回去 x等于4分之3正负更号17 我们的最后一步 其实是移这一个3 所以我们可以先把这一边移过来 4分之3减过来 但是反正没有差太多 所以我也可以同乘4 先同乘4 我就会得到4x等于3正负更号17 再把3移过去 所以4x-3等于正负更号17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子 我已经题目告诉你 x是这样 同乘4是不是这样 然后同-3是不是这样 然后呢 同平方嘛 所以4x-3的平方是17 展开嘛 所以4x-3展开来是 16x-24x-24x加9等于17 移向过来 所以16x-24x-24x9-17是-8-8等于0 然后我的x平方向一定要是2 所以再把它除8 2x平方-3x-1等于0 所以b等于正3 因为它这个b是负的 b是正3 c是负1 可以吗 我建议这样子做 就是让我们了解到说 我可以从答案一路回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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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找到原本的市值 对不对 然后这是这次的作业 我们接下来到这里